請妳跟我講過 請妳跟我講過 我們都是 超級愛健康 我們這幾年常聽到三個字一個名詞 為了增加我們身體的健康度 所以說要提升免疫力 這個免疫力到底怎麼提升 妳有沒有試過還是 其實我曾經有感冒三個月 就一直反覆反覆 就前幾個月而已嘛 對 但是我就是免疫力很差很差 所以之後呢 我就開始譬如說運動 補充維他命 然後就是說保持好的心情 希望盡量小孩老公不要讓我生氣 後來發現 為什麼才提升免疫力 為什麼 保持好心情啊 全方位的好不好 現在的老公不好當 真的 一定要 為什麼老婆的免疫力 為什麼老公害得 我跟你講 我介紹一下 什麼東西 奧地利有一位專家 叫畢星格 這位專家你上網 你查得到的 你跟他也很熟喔 是 他不太認識我 他們跟他 那他說了什麼呢 他說呢 你每天都會挖鼻屎嘛 對啊 鼻屎挖挖出來之後 你再把它吃回去 什麼可能 真的啦 爛喔 什麼東西啊 你上網去查 他真的 他的邏輯是這樣 然後他說你吃回去之後 有助於你的免疫力的調節 而且你心情 你吃多久了 沒有 因為我沒辦法克服心理障礙 我還沒事 然後他說心情也會愉悅喔 真的喔 怎麼可能 沒有人願意嘛 沒有人願意嗎 沒有人願意嗎 換一招 那台灣有比較多人會試的 尿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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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看過啊 把它喝掉 他就當場喝給我看 就整個喝掉 還有冰層冰棒的 對 全家人一起吃尿的冰棒 真的假的 真的喔 每個人都想增加免疫力 但對免疫力卻總是一知半解 免疫力異常 到底會有哪些狀況 你知道親吻能增加免疫力嗎 補充錯誤的維他命 人更猶豫生病 到底怎麼做 疾病才能真正遠離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 內科教授林杰良 營養師劉以禮 中醫師彭文雅 以及郭馨 小甜甜 殷琦 來跟我們一起增加免疫力 擁有超人般的健康人生吧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好不好專家 內科教授好不好 林醫師 鼻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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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嘗試過 其實齁 其實這不合一些道理 不合 對 因為我們鼻屎阻擋的都是一些 細菌 灰唇 也進入我們會部 當然有一種例外 他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對 吃的時候心情 這個是個人癖好對不對 對 心情愉悅 還是讓你心情保持快樂 心情快樂很重要 就會抵抗力 免疫力就會增加 或者是因為他的所得不高 所以用這個來衝擊 飽滿 這樣還會飽 是有多少 量大嘛 尿液是有人做過分析 尿真的有嗎 對 裡面是有一些成分是對我們的身體的一些免疫系統是有幫助 真的喔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很微量 所以你真的要用這個東西來治療疾病 你必須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尿 然後再去提煉出來 你說不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喔 不是說你自己的尿這麼一點去喝 不是 也沒人敢喝別人吧 對 而且那個尿的含量這個有效的東西很低 所以事實上不是這樣喝就有效 是這樣 他去分析把它精力出來 那你們為什麼不生物科興把它萃取出來 變成尿膠囊 但是那可能相當的貴啦 因為人的尿要收集這麼多也不容易 是喔 這是偏方啦 但是我覺得回過頭來 這個是免疫力這件事情 每一個人的了解程度 可能不竟然是一樣 對 這三個字到底該怎麼解釋呢 三位來賓都很有小問嘛 當然 對 是沒錯 真的 所以來問問他們喔 免疫力 其實他對我意思就類似 外太通 到底是什麼意思 很飄渺 對 因為就很迅無飄渺 因為你認真講 好像我們認識他 可是你真的就是 要說出他的點是什麼 又說不出具體 對啊 因為免疫力好像說 OK 就是譬如說 你很不容易感冒啊 然後你看起來白白壯壯的啊 就是吃得很好 精氣神都很好 對啊 然後就是什麼東西 吃什麼都有吸收進去啊 你的想法跟我當初有一點雷同 我當初想說 我可以很確切形容 白血球它就在攻擊 外來的病菌什麼的對不對 很具體嘛 可是免疫力到底是 真正的是什麼 其實也很難解釋啊 什麼都可以攻擊啊 那只好求叫另外一位 更高身的 專家 他們都專家嗎 其實呢 對我來講 免疫力就跟免治馬桶一樣 那免疫力只是 身體行動式的免治馬桶 對 然後它就幫你阻絕一些 可能那個細菌啊 或外在的因素 譬如說人之間會傳染啊 什麼的 它個人觀感是這樣 個人觀感 個人觀感 我覺得我講很有大話 不過起碼它說出一個 比較聽起來好像有具體 而且很有信心 覺得自己說 對 希望下一位好好講 下一位好好講 可是我覺得免疫力很簡單 它應該就類似就是 是等於抵抗力吧 就是你可以 就是可以幫助你身體排掉一些 不必要的廢物啊 之類的吧 我想 那抵抗力又是什麼呢 抵抗力應該就 差不多類似等於 就是免疫力嘛 對啊 皮膚還爛耶 怎麼會這樣解釋好差喔 感覺自己的軌道 解釋好差喔 皮膚還通常 抵抗上 不要 有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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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叫抵抗力嗎 對啊 這什麼 OK 對 林醫師 抵抗力跟免疫力 這個是畫等號的嗎 其實是不大相同 但是抵抗力是比較口語化 我們一講大家都可能都了解 但是免疫力的話 是比較醫學專有名詞 它是一個 我們全身一個防疫系統 它因為包括我們各種器官 組成的 它有細胞也有體液 所以它我們可以對抗細菌 對抗病毒 對抗微生物 甚至對抗一些外來的侵入 像一些蛋白質類的東西 進入到我們身體都會產生 反應 它也就是維持我們健康 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 就跟我們的心臟 肺臟 肝臟 肾臟 腎臟一樣 它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體系 有時候你像這個氣溫變化很大 比如說天氣好冷喔 我們要抵抗力 但沒有人會講我們要免疫力 對 像說很多小朋友 你天氣能給他穿少衣服 他習慣了 對 像說從日本回來 從美國回來 我們覺得很冷 他還是 他好像對冷的抵抗力很好 但是他免疫力不見得比你好 了解 然後體質性上會有些差異 所以這兩個的話 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還是不太一樣 可是但說到免疫力 是免疫力越高越好呢 是這樣子嗎 沒有 其實免疫力要適當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要提升免疫力 然後大家都要提升這樣 其實免疫力太高 有一點像是我們身體 對外面的刺激 有一點過度反應 有些人鼻子過敏啊 就是蕁麻疹啊 對 然後我也是說像因為心皮膚炎 有可能是因為免疫力太好 太好問題 人還不該反應 你也反應 所以其實這也不見得好 而且還有一些 他沒辦法免疫力 沒辦法分辨敵人跟自己 所以就慘了 你產生的免疫力 就對抗自己 就糟糕了 就殺自己 像紅藩杏狼腸 就是這種病 在你們專家眼裡 可以講增強免疫力嗎 還是調節免疫力 是比較恰當的 免疫力正常最好 就是把它調節成正常 調節成正常 對 太強也不好 太弱也不好 有一位名人就說得很棒啊 免疫調節做得好 醫生看得自然是 名言 也是名言 是 名言 他就是用調節這種字眼 而且那個人長得很帥 很帥對不對 可惜他結婚了 我說出口 哪不厲害 哪不厲害 你們都收了他都很帥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不是 你們是在懷疑一位鬼人 是不是 給你再打電話給我 好不好 OK 好 三位 你們搞得清楚 自己的免疫力好不好 好嗎 因為如果我就是 就是如果咬到我自己的嘴巴 的話 就是會破 那跟免疫力有關嗎 咬到嗎 沒有 不是咬到 如果咬到的話 然後如果很快就好了 很有可能是我的免疫力 比較好 有沒有可能就是那個 所以是有點道理 對不對 有道理嗎 傷口癒合那個 對啊 癒合能力會比較強 那過心有方法嗎 我應該是聽剛剛那個醫生講 因為我從小就一直過敏 鼻子過敏 身體過敏 那所以你免疫力很好 真的假的 是有庇位性皮膚炎 對 然後還有 還有群麻疹 小時候都這樣 但長大就慢慢的 慢慢的恢復症 真的喔 你到幾歲才開始再恢復 我差不多是到十七八歲的時候 可能是那時候開始有運動吧 身體才調節過來 才比較健康 那小甜甜呢 我覺得我現在免疫力不好 是因為我之前有亂減肥 對 然後變成屍條 我感冒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就會感冒很久 多很久 對 那另外剛好聽到那個老師講完 他就說 如果過敏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應該是免疫力不好 我很難過敏耶 我連拿榮民令後面那個東西來吃 也不會被毒 然後講到 真的 我都十幾萬完全不過敏 好厲害喔 真的喔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吃什麼 百毒不清耶 好棒喔 我跟你講大家那種 好羨慕喔 雞排冰在冰箱四天的 我吃也沒事 沒事 好對不起喔 我昨天在家裡吃波卡 然後有效期是2012年7月2號 我也沒事 OK啦 不是 可是我跟你剛好相反 我是免疫力不好 但是免疫力好像又太高 因為其實我有過敏的症狀 可是我又很常生病 那有可能這種兩個病存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很常感冒 感覺是免疫力不好 但是我又會過敏 免疫力又過高 這处何事真的 對 真的呀 其實免疫力過高 過敏不叫免疫力過高 應該叫 不正常 對 人家不會反應你去反應 你不是夠高 但是免疫力低下 當然容易感冒 對 而且很多皮膚會起龍炮 還是口腔 甚至會黴菌感染 像說我們比較忙 我們女性觀眾還是怎麼樣 他們比較忙 會容易尿道炎 對 除如此類的 對 那像剛剛隱形說他那咬到 那他那個癒合得很快 那不盡然 那不是 因為那傷口癒合好 就是本身的話就是 血液循環不錯 你傷口的重建很好 是這樣 不代表免疫力 對 你沒有感染可能是免疫力好 但是你傷口容易複合 不見得是免疫力好 像有人就做過研究 喜歡吃油炸的 傷口不會好 真的嗎 不容易癒合 對 所以事實上他就 他會引起我們血管的花炎 血管花炎血液循環不好 傷口就不容易 了解 那是兩回事 那應該要怎麼檢測 自己的免疫力高或低 中醫有方法嗎 大家可以看自己大拇指這個白色 接近那個指甲根 有一個叫 這個形狀的東西 有 看到了 對 這個一般帶指甲的範圍 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算是正常的範圍 一般我們大拇指 最好是一定要有 可是我完全沒有耶 真的嗎 我也只有一點點 就假的 我也完全沒有 我也沒有 因為我竹指甲也 我有竹指甲也要先排 是蓋住的吧 那妳有嗎 一點點 妳也有嗎 不好意思 我幾乎都沒有 妳也沒有 真的 真的 所以妳會比較容易說 冰冷或怎麼樣嗎 手腳冰冷 還好 生小孩以前比較會 現在好一些 其實我們中醫看 這是氣血循環的表現 當然它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一般覺得 大拇指最好要有 然後食指 中指 有越多越好 無名指有沒有 倒是沒有關係 沒有 身上如果有八到十個月牙的話 身體的健康 免疫力是比較強 我只有一個而已 這樣都會有耶 真的喔 對 真的有點統計的 這種說法 真的很健康 是這樣看喔 月牙 這個滿新鮮的 滿新鮮的 那其實我們 那除了還有呢 對 我們其實早上如果起來 刷牙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胎 對 就是把舌頭伸出來 看一下舌頭的顏色 如果說偏紅的 可能是有熱狀 那如果說整個舌頭都白白的 那你可能是血虛 免疫力是比較 疲勞容易白白的 正常長怎樣 正常它就是屬於紅色 像這樣子 正常 然後沒有淤血 沒有什麼齒痕這樣子 對 小田妳伸出來看一下 這個太紅了 它太紅了 它有點偏紫黑色 這有淤 身體應該有非常多的 那種疊打損傷 疊打損傷 誰找你 為什麼會有 這樣看就知道 就是因為它的紫色很明顯 那初心看一下你的 你看看 你不是自認為自己免疫力很好嗎 超過敏 它的是皮虛 所以它腸胃應該不好 因為它的舌中間 有一點白色的 這麼明顯 好 那三位有沒有什麼 自己一些方法提升免疫力 調節 調節免疫力的方法 有四個人 有 我常常會泡那個維他命C D 然後泡在一瓶水 然後一瓶就可以喝掉 對啊 有感覺嗎 那個差別一點 感覺沒那麼渴 想這麼久 感覺沒那麼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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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充了水分 只是止渴 對啊 因為就是一種心理的療癒 因為這種維他命C 你就不曉得 維他命C 對啊 是水果就好啦 也有吃啊 可是那是 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有時候模特兒在外面 或是工作量大 也不能帶回去 而且它馬上切了過一下子 它就氧化掉了 所以我們為了圖方便 有時候我們到國外工作幹嘛 也是要帶那些 也就是圖個方便 比較方便 對 這是我們唯一的小方法 小甜甜的 我們模特兒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模特兒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模特兒 這是基本款的 對 但是唯一如果說 有什麼樣明顯的差別 就是吃完B曲能尿很黃 對啊 對 你就會覺得好像比較安心 就看到那個顏色 你就覺得有進去這樣 但不吃也變黃 就擔心了 那就很擔心 對 所以你也是這兩樣嘛 對 然後發號定 我會覺得也是一種心 你就會覺得 你一直在喝維他命心 對啊 對 那郭欣咧 綜合維他命吧 就全部包了 對 綜合維他命 然後我之前有看中醫嘛 他說他要我調身體 叫我吃 六味地黃丸 什麼 六味地黃丸 一般是因為 聖盈虛在吃的 聖盈虛在吃 你講出你的定義來了 怎麼 不要講 他都不喜歡聖不好 你講出來 怎麼交女朋友 天啊 難怪淡虛 如果補完應該就好了 那個時候 多可憐喔 老師 你真的是行家 真的 現在是病病狗 小心 現在五年以後都沒有了 你小心補過頭 對 因為我那時候常出外景 對 因為玩遊戲都要摔來摔去 身上都會有很多傷 是這樣 傷到了 傷到腎很難 對啊 是玩什麼遊戲 是傷到腎 我講的是錄影結束以後 可能還傷到腎 合理是屍體下來 補回來 把他補回來 OK 可是彭醫師 他這個我跟你講 很多男人都會這樣 不曉得是迷失來什麼 我們總覺得要提高 或是調節免疫力 到身體變健康 一到中藥房就 拜託 大補完了一個 是 對不對 就是補腎 對 其實我剛剛講說中醫 他免疫力講 那五臟六腑 乾心皮肺腎 其實就是講腎氣 聖分先天的爸媽媽給你 給你後天自己用的 那這種後天腎氣虛弱的 像郭欣他補六位帝皇丸 其實是 一般男生 都不是吃這個 對啊 對 男生都是吃虎鞭 或者是 對 所以他真的是偏陰虛 現在就像很流行 男生也在吃食物糖 補氣補血也是有的 並不是說這個就是偏女性 所以光是補腎這件事情 對於免疫力的關聯性 其實不盡然是一定 其實一定不能畫等號 但是如果腎緣充足的話 的確元氣會比較充盛 比較會抵抗外界疾病的那個入侵 可是像免疫力不好 我們常常都感覺就是說 容易感冒 對 那除了感冒以外 還可能藉由什麼樣的方式 來表現出你免疫力不好 具體一點的 對 林醫師 其實你常常不只是感冒 像說常常尿道炎 還是常常急性腸胃炎 對 還是甚至說 稍微刮鬍子 稍微碰一下 就導致起龍炮 而且這些龍炮是經久不退 免疫力低下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情形了 不管是壓力 不管是藥物 不管是情緒 等等 還有剛剛講的 維他命其實效果不好 為什麼 因為維他命是因為 對 其實摩托爾界 一般我們都是 一般都是維他命 對啊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醫學長一直要證實 維他命C可以育黃感冒 對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做不出來 了解 做出來都沒有一個 正向的相關性 是喔 對 其實這個很簡單解釋 是我們也不用每天 特地補充他命 假如你真的夠用 你根本不需要 你到底要吃什麼 你維他命C 你維他命C 為了美容 為了漂亮皮膚 為了美白 對 那是另當別論 假如說 你為了免疫力去補充維他命C 其實你都有吃蔬果 都夠用了 其實補充維他命C 其實補充維他命 就是你要知道 你有沒有缺黃 你有缺黃去補 也會增加免疫力 了解 沒有缺黃你補 會不會犯性中毒 會啊 還中毒 對啊 我們都以為排掉的時候 不會 紫容性不會排掉 那不會排的 對 像維他命A D E 常常 維他命A吃久 不是健康 反而生病了 了解 目前出來 不能補過頭 對 有的癌症 還有這些 心臟血液疾病都增加 了解 為什麼 因為一天我們只需要幾十單位的維他命 但是你每天補充兩百單位 超過太多了 而且你也不曉得自己缺乏是什麼 所以在醫學上認為可以增加免疫力 就是讓你免疫力正常一點 了解 就是要均衡飲食 好 所以營養師 如果大家想想 那這到底 好 我不需要刻意去補 維他命C 能不能舉一個比較具體的 比如說一顆柳丁 一顆芭蠟 或是一顆什麼東西 大家說 那像一天的量是夠的 我們通常一天成年人建議 就是一百毫克 那如果你去看補充劑 大概都是五百起跳 所以其實都會有過量問題 對 那通常像一顆芭蠟 土芭蠟一顆 它就一百零三 其實就夠了 就夠了 真的假的 芭蠟也有 土芭蠟很深附 奇異果一顆 也是大概一百多 所以也是夠的 也夠了 一天一顆就可以了 對 如果你長久都是吃這種高劑量的 它會發生一種就是說 它會 你會去依賴 變成說你身體要適應這個高劑量 等到你哪一天 比如說你可能沒有去走秀了 你回到家 你可能就沒有再補充維他命C 這麼高的量 你就會缺 你就會造成 維他命C缺乏的症狀 維他命C過量也會腎結石 就要超過兩公克以上 那如果 如果把它弄成果汁喝也一樣嗎 你說奇異果什麼的 那時候不想吃 含量還是一樣的 一樣 一樣素是一樣的 如果你經過果汁打的話 它還是會流失一點 所以最好是吃新鮮的 是最好的 對 小田你不是常常有時候破嘴 你比較不容易好嗎 很常啊 就像朋友咬的嗎 我拿... 那麼裡面他怎麼咬 我也是還沒找到男朋友 你知道嗎 很容易就是脆肝會破 怕脆肝 然後裡面如果通常破一個洞 很快的這邊就會破 就是都是一連的 我嘴巴常常不可能只有一個洞 都是三個四個這樣 同時啦 對 而且越來越開 因為那個洞 那怎麼吃東西 就是還是... 為了吃你還是要吃啦 然後我如果很痛 我剛好也想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時候很痛的時候 又沒有那個藥 因為有時候上節目幹嘛 西瓜雙點 就不好看 所以我就會拿 好痛喔 傷口塗眼包 鬆掉 塗眼包目的是什麼 就讓它趕快好了 傳說... 傳說就是... 而且你會好 而且傳說... 你沒塗過嗎 你沒有塗過 我們現代人... 對... 你們新新人類發現的 對... 不會特別去摩特爾圈的眼包 對... 而且你都覺得好得比較快 你也是摩特爾圈的 加入... 然後身材一直都維持在這裡 對... 對... 一洗掉 你就會發現它好像就不痛了 就感覺好像是 它的一種麻醉劑的感覺 對... 其實在鞋底上應該是沒有用 一般來講 是用類護唇 讓你消炎 了解喔 讓你疼痛減少 了解喔 真的嗎 中醫師覺得呢 其實... 真的嗎 對... 而且你這樣子滲透壓太高 它反而血液循環更不好 對... 其實有任何傷口 其實也... 不要塗任何的藥物 你就是要保持清潔 因為口漿它不是無菌的 你要吃東西 你不用擔心它要消毒這個問題 對... 你倒是要多喝水 可能水常常含著 然後保持濕潤 這樣會好得比較快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免疫力 如果低... 對... 對... 這太嚴重了吧 對... 是所有的慢性病 這種都是屬於免疫力過低嗎 你要看情形 但是... 如果你有病的話 免疫力都比較差 比較差 對... 所以我們一直感冒 一直感冒也會得癌症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不是這樣太嚴重了啦 因為就是免疫力很低啊 短期的免疫力低容易感冒 對... 短期的免疫力低容易感冒 長期的免疫力低就容易得癌症 癌細胞又跟大家講一下 對... 任何在正常的人體內 都有癌細胞的存在 只是它有沒有和平共存 以及你能不能壓得住 那免疫力過低 它就跑出來作亂了 簡單的講應該是這樣 事實上應該是說... 不是這樣講 我還講得正經為作 一般來講是分自癌物質 跟次癌物質 自癌就是會讓你細胞 產生突變成癌細胞 觸癌就促進癌細胞 不斷地生長 所以你癌細胞一出現 我們的免疫力就把它消滅 我們的殺手細胞等等 都把它消滅掉 不要等它再發生出來 當然你發生出來 我們免疫力把它殺掉 但是萬一 你會有出癌的因素 促進癌症的因素 了解... 像說你喜歡吃熱色 對 熱色食物 像你喜歡突然喝酒 喜歡吃一些致癌物 了解... 之類的 它就不斷會長出來 我們就殺不完了 了解... 那您是... 人家說病從口入 那口入如果說 講到腸胃系統的話 腸胃系統如果 比較差或不好 它的免疫力也會降低嗎 這個倒是不一定 因為有時候腸胃系統 我們假如吸收營養 不受影響的話 就比較不影響 假如你吸收營養 都受到影響 那當然免疫力會低 就會低... 對...我們營養是我們 免疫力維持的 很重要因素 像非洲爛民 蛋白質不夠吃 每個都是免疫力很低 對... 糖分缺少 熱量缺少 這些都會造成我們的... 但是現在人不用擔心 都是太超過了 都太多了 對... 對... 因為人家不是說 腸胃顧得好 身體的免疫力就會好嗎 所以現在都有出那種 什麼... 然後還有說 裡面有很多的抑菌 對... 然後每天一瓶 然後我們的腸胃就會好 免疫力系統就會好 是真的嗎 你剛剛笑得好像... 不是啦... 這個... 這個講的話就很像 廠商在廣告的方法 是真的嗎 其實目前為止... 這是喝那個 優酪乳到目前為止 WHO沒有認定它這個功效 沒有嗎 對... 這只是在動物實驗上 發現到它可能會有... 有某些抗體 某些情形的產生 但是人會不會 確實有如此的幫助 還需要更大規模的人體試驗 來證實 其實我是建議啦 因為你剛剛優酪乳的目的 是不是要增加你腸道的好菌 對啊... 好菌好不好 這是一個廣告的一個名詞 概念 但是我們這邊的營養學 站在的就是說 你要讓你的腸道好菌 活不活得下來 長不長得高 長不長得好 但是因為你要給它食物 所以我這邊反而是會強調就是 你要給新鮮的蔬菜跟水果 對... 這個是你體內腸胃到本身好菌的食物 對...它很多寡糖 你看它吃食物 然後讓它有寡糖的來源 讓它這個好菌長得好 你自然你體內的好菌好 身鮮蔬果那一些喔 對... 比如說像我們蘋果 就有很多寡糖啊 再來就是蔬菜水果裡面的纖維 也是它的食物 什麼顏色的蔬果比較加強 基本上如果你要提升 剛剛講的就是腸道的一個 我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都知道綠色很好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 黃色跟紅色的部分 黃色... 就雞黃綠紅... 黃綠紅... 黃綠紅... 對... 像我一般來講的話 像木瓜啦 紅鳳菜啦 菠菜啦 這一種比較偏紅一點的蔬菜 或者是說像那個 胡蘿蔔 甜椒 或是番石流 紅番石流 很多耶 這一種的 對 然後有一些像主食類的 像地瓜 南瓜 它也是偏黃的啊 黃的 對 這種的話 它其實對提升一個免疫力 它調節免疫力 它是有幫助的 尤其它裡面有維生素A 維生素C豐富 所以其實我們不一定要 從單方的那個補充劑來補充 你可以從食物裡面 黃色的 紅色的 綠色的來補充 所以五股雜糧 五股雜糧也是一樣 也是很好的 那免疫力過高咧 會怎樣 免疫力過高就慘了 我剛剛講的 就會出來作亂 就是... 不慘了 對 剛剛那時候 都有得癌症 這個耶 這個怎麼樣 這個很多 自體免疫性疾病 譬如 就是像 紅斑性狼腸 它會攻擊全身的器官 因為它沒辦法分辨 所以你會覺得 你給它吃一些 加強免疫力的東西 反而讓它疾病都發作了 去滋補 中藥的補藥不能亂吃 吃了加強免疫力 結果病情變嚴重了 真的 像我們很多腎臟科病人 一吃出入籠 吃人參 慘了 尿蛋白就急速上升 真的 因為我們很多腎臟病 是使用免疫複合體 清除不乾淨 流存在我們的腎臟 性施球的 就產生更多 很多自體免疫性疾病 紅斑性狼腸 你吃吃看 很快會再發作 對 所以彭醫師你們在中醫 是不是很多人 他都不會來真的 找你們把脈說 我想要調節一下 他就真的去買 已經是現成的 對 其實門診真的很多 對 像這一片 一天到晚有人就是 拿食物 對 來吃 那不是高檔嗎 對 它的確可以 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但是它會過度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懷孕的時候 天天吃零食 天天吃 結果生出來之後 他自己也得了 紅斑性狼腸 就很容易感冒 很容易疲倦 然後頭暈 講話沒元氣 然後消化道功能也不好 食慾不佳 驚奇也大亂 月經一整年都沒來過 也沒有再餵母奶 生完小孩之後 體質就變了 天啊 所以可見有些東西 的確可以提高免疫力 但是它的提高 不一定越高越好 對 所以剛剛講的低或高 其實都是不好的狀況 都不行的 所以如果說 要用中藥來調節的話 千萬還是給醫生看一下 是 其實我覺得 要了解體質真的 比較好一點 真的不能亂吃 但是如果是一般 像什麼吃那種 什麼薑母鴨羊肉爐那種 那個也有關係 那一樣是不能亂吃 那個也有關係 吃的也有關係 吃的也有關係 如果我們女生 本來身體就很寒 手腳冰冷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吃了吧 妳現在這種季節 也是冰冷嗎 偶爾的話 因為我們有在減肥的 所以 手腳冰冷不見得是寒相 妳只是末梢循環不好了 妳真的寒相是說 妳非常非常喜歡吃熱 熱食物 妳非常非常的怕冷 像這個 大家都穿一個薄肠 妳要裹個厚棉被 還一直發冷 然後剛剛舌頭看 可能蒼白的不得了 然後臉色蒼白 這一類才是真的屬於寒相 一般真的 體質偏寒的人非常的少 所以這樣子造補的情況下 往往會產生一些熱症 這也是很多其實癌症的起源 因為亂補補過頭了 那營養師 剛剛彭宇斯有講到那個靈芝 其實靈芝現在在普羅大眾很頻繁 接受度高 那靈芝 牛腸汁 它到底在調節身體機能 那個原理到底是什麼 它的原理其實是 因為它裡面有所謂 大家都知道 多醣體 然後講到多醣體 好像就等同於免疫力會提高 裡面有一些三鐵類的東西 它可能對肝臟的功能的機能 是有幫助的 但是靈芝跟所謂的那個 牛腸汁 它其實如果它 因為我們現在吃不太可能吃重 就是那個彭宇斯桌上這一種 對 它那個派手桌子 它整個土匪 對 所以基本上 你可能要考慮到 比如說有沒有重金屬的污染 那這個廠商的來源 信用有沒有 信用有沒有 而且價格不是嗎 對 所以我提供大家 如果你有錢 你要買 我當然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如果一般的人 其實你不用買到這麼貴的東西 你從一般像我們的白木耳 黑木耳 就有多醣體了 然後你新的那個藻類 然後金針菇 它都沒有香菇 窮人也有牌帶 然後香菇裡面 就是一種真菌類而已 對 它跟 黑木耳 跟金針菇 跟那個 香菇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都一樣的 所以我建議你 如果你要吃像這一種靈芝 你倒不如去點一鍋 那有現在不是很流行的那種 想像那個素食的那個鍋類嗎 白菇 對 如果你沒有痛苦的人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 還是要少吃 我曾經遇到一個個案 它本身的話就是得到一個 那個膽 膽道癌 很惡性 它為了刺激它免疫力去吃 巴西蘑菇 結果它本身可能不曉得 有內涵的那個腎臟病 吃的尿毒好高喔 差一點 好一個題目 對啊 因為大家好像 還是一知半解 這要考考大家免疫力過高的 相關問題 好 你覺得長痘痘 是不是因為免疫力太高呢 長痘痘 好 快長出來了 來 請選擇 過高舉圈 不是舉差 對一半 對不對 天天是從來不長的 從不抵抗的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應該不是跟抵抗力有相... 這直接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 是沒卸妝的關係 不是... 因為有時候MC來 也會長啊 跟MC跟那個抵抗力 應該就沒有關係吧 然後有時候 然後鼻頭是財布啊 真的喔 所以你鼻頭長痘痘的 可能就會撿到錢 都很開心 對啊 應該沒有關係吧 應該只是 對不對 對啊 這跟免疫力 會扯得上關係嗎 來 洪醫師 這時候跟免疫力 扯上關係 真的是扯遠了 好扯喔 唯一就是說 有一種免疫力真的過高的情況 那是屬於全身的過敏反應 那全身皮膚都會有 非常非常嚴重的這種濃炮 剛剛那個教授有講過 這種才算 但一般我們那種 一兩顆的那種青春痘 那個不算 對 然後有一種 反而是免疫力下降 那種痘痘 其實它是 你以為它是痘痘 其實它是免疫力低下 所以它絕對不是過高 也不是低下 基本上有可能是 調節不好的關係 對 了解 好 這無關聯 郭幸福那邊有曾經 譬如說為了免疫力的調節 或提升之類的 當然你吃過補腎的 對 有沒有補肝這種 補肝是不是 有就是長輩會講 就是你肝好的話 人生就彩色 對 肝不好 黑白的 黑白的 你幹嘛弄一個甜蔥蹄 對啊 所以你都怎麼保肝 我覺得保肝就是平常會吃鹹定 不然就是你可能去外面買那個黃金鹹 你自己煮就好 對 就喝一碗這樣子 所以如果保肝保得好 免疫力就會提升嗎 感覺好像是這樣子 其實中醫它有這樣的講法 中醫它的肝其實不只吸的肝臟 它還包括所謂免疫調節膽 以及所有消化的系統 所以其實保肝在中醫來講 它其實跟免疫力有關係 但是事實上現在的醫學覺得 不是保肝就代表免疫力提升 這個不能化等候 不能化等候 對 要提升免疫力 就是要回到 剛開始講的 規律做習吃正常食物 睡眠品質要好 這一類的 那中藥有沒有可以調節免疫力 像我們都說可以自己煮什麼 紅棗 對不對 其實剛剛好有 大家就講說 那食物什麼薑木鴨燒 食物為什麼不能吃 其實中醫講藥食同源 所以有些中藥材跟食材 其實是很類似 我們利用這樣的藥材 把它當成來調補是可以的 像常見的這種紅棗 枸杞這種比較沒有就是 高濃縮就是原來樣子的 你把它當食物調味 甚至可以取代所謂的紅糖 反而是比較好的 紅棗它還可以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它在調節白血球方面的效果 非常好 滿好的 對 其實在治療白血病的中西 合併療法 它是有科學上的根據的 紅棗加枸杞 對 紅棗主要是入肝精 所以它是補肝 容易眼睛酸色 然後覺得視力有減退 主要是吃這個枸杞 對 那你會再加黃棋嗎 對 黃棋補氣 不過只限於氣虛的病人 氣虛就是講話聲音很小聲 聽都聽不到這樣子 這種氣虛的病人 或者是容易末梢循環不好 氣血推動不好 再加上黃棋 那補氣的藥材非常多 黃棋是最便宜的 好難喔 要考什麼呢 每天花兩個小時運動 就能夠提升免疫力嗎 好 簡單 來 圈叉 請選擇 圈叉 還是有兩種不同的方法 叉得比較多耶 為什麼 是因為大家懶得運動嗎 是不是 太久了 太久了 那你的叉 來 小天 因為我就是通常人家都說 運動大概一天半個小時 對 所以兩個小時有點過多 應該反而是反效果 真的喔 對 那運動員怎麼辦 對啊 運動員沒辦法 因為他靠著賺錢 那又是另外一種 那人家就很壯吧 對啊 我覺得他們免疫力不見得好吧 對 對啊 是吧 很難說 對 有道理 對啊 可以啊 那郭欣你每天都運動 一個小時的嗎 我差不多耶 其實我就是一個半 兩個小時這樣子 因為我這是習慣的問題 對 那茵琪呢 我覺得是因為我有親身體驗 所以我就覺得 一定應該是 對的 因為我之前是一個完全都不運動的人 然後後來我是因為減肥 不是為了免疫 但我就去運動了 那我去運動以後 我發現就比較 就是如果你工作時間加長的話 那你的精神就會也是依舊很好 然後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食物 你還是可以維持住你的精神 也不需要咖啡 所以我覺得運動應該是有幫助的 其實 其實是對的啦 對的 對 因為一天半個鐘頭 一個禮拜一百五十分鐘 是WHO建議的最低劑量 最低劑量 對 那運動不要用很強烈的運動 就是和緩的 而且要長長期持續不斷的 譬如什麼運動 這樣快走啦 慢跑啦 不要這樣馬拉松 那都太積累了 對 輕輕鬆鬆 其實國內曾經有統計一個非常大規模 我發表在國外Lancet的刺歌聲雜誌上 他發現一天運動一百分鐘 可以多活五能 對 對 而且運動時間越長 這個效果越明顯 我的教練可以活到一百二 真的嗎 過性活到一百五喔 非常重要 當然要配合其他因素啦 像健康的生活 均衡的隕食 不厭不久 這些當然 可是真的太強烈運動 像運動員 強烈運動反而會破壞的毅力 那太長了 破壞免疫力 那陳大有做個研究嘛 你激烈運動回來 而且看你那些免疫細胞 那些白血球的一些免疫力都變降低了 什麼叫做激烈的運動 激烈運動就是像你跑一百公尺 跑馬拉松那種很激烈 馬拉松算緩和不是嗎 但是時間很長 沒有沒有沒有 你在鑑定時間內你要跑完 對膝蓋也跑 你是 除非你不限定時間 對 你不要讓自己覺得硬撐的 而且歐醫師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這樣 舉啞鈴啊 對 回家都很痠有沒有 那個也算是太過量嗎 不會 假如你痠後來會 明天會 對 還好 那就沒關係 當然你看你的訓練 打籃球啊 球類運動 那就是很激烈 那就算激烈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已經困擾我很久 但是我又覺得 因為有這個醫學報告出來 讓我又覺得 讓我人生充滿很多色彩 真的嗎 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怎樣 會色彩 然後在這裡我想 專家如果是對的 你要幫我好好的跟大家講 因為接著 我會拿這一張一直出去 告訴大家 到底是什麼 我想知道 什麼意思 接吻啊 可以美容減肥 真的嗎 真的嗎 誰說 對啊 誰跟你說的 網路上啊 追你的人也講了吧 追你的人也講的 就是網路上我看到 就把它印出來 因為這樣子以後我就帶著 來一下 不是吧 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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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健康 為了健康 我可以用別的方法 有益健康 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 你看過這個報嗎 對啊 這個報存在 台灣的報 但是網路上 他會不會吃一種 不正經的雙修的報 雙修報 他寫得很真 他穩一分鐘 還可以想要死 就是一千 一兩千的卡洛璃 一兩千那麼多 真的耶 很多 一兩千卡洛 幾乎牙齒 哪有 真的喔 他會傳染耶 不可能 先試一下 好... 他很健康... 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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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一定還不錯 健康 他帶來的 他帶來的 他發現的 我看你介紹的意思 對啊 真的假的 其實這個答案 這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的 怎麼可能 而且不會有人就 做愛的效果更好 什麼的效果更好 做愛愛的效果更好 真的嗎 那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做幾次效果更好 是不是 要就跑到身邊去 我已經跑到身邊去了 我已經跑到身邊去了 我可以打坐 這個要講句 因為很多結了婚的女人 尤其你的小孩 我跟妳講 常常在拒絕老公 妳是要搶給老婆 對... 一個禮拜大概 根據國外的研究 次是 越高 免疫力越好 多多嘛 叫做多嘛 當然 這些事情 會讓你覺得愉快 而且快樂 本來心情快樂 免疫力就會 不要被強迫 對 而且 最後 你可以讓你的壓力 能夠輕鬆 對 你忘掉一些煩惱 這個我以為 她是無稽之談 沒想到還真的得到診症 所以心情要愉悅 這是重點 不過我覺得這是 有時候跟行業 免疫力行業別 也有一點關聯 model界 是不是在訓練上面 你們會比較嚴格 因為你們的工作性 像拍戲一樣 有沒有 像小甜點才剛拍完戲 就是說那個時間 是被切斷的 然後她的睡眠時間 是不穩定的 尤其是切個有時候 而且是強迫 你要強迫身體去適應這件事情 而且不要管環境 你要很快速地睡著 因為我們有時候 甚至就是五點就要去彩排 所以在彩排完 中間還有一段時間 可是後台什麼 一定要很吵雜 可是你能睡 你要爭取時間睡 那你就真的睡得著嗎 訓練自己睡著 不然你無法睡 就是你就會變得 沒有時間睡覺 會很疲憊 真的喔 對啊 你會有影響嗎 我不知道好像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樣容易入睡 感覺就是會 因為你即便只睡一下下 你突然醒來以後 你接下來的工作 也是會比較有精神 感覺有充電了喔 對 所以我覺得 有突然小睡一下 可以訓練一下 自己再找個小空檔睡一下 好像是比較好的 真的喔 我好佩服這種隨時能睡 沒有辦法 好幸福喔 你說這不是訓練的嗎 因為如果你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你就是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回家 我們沒辦法訓練耶 真的嗎 真的 我就都沒辦法睡 然後就是精神又不好 有時候拍戲一兩個小時 你睡了 其實你就會覺得會更累 像這種睡眠時間 模特兒性質切割成這樣子 那個免疫力會不會影響 其實跟品質有關係 其實像我們科 我們這些做醫生的 外科醫師最容易會這樣 你跟他講的話 他就睡著了 他有空就睡著 然後起來 開刀開刀 有時候整天晚上都會開刀 我們那時候在 以前在實習的時候 開刀房 他整天晚上開刀 有時候就是這樣去 旁邊蹲一下睡一下 起來又好厲害 生活苦 對啊 所以這好像有人 吃這行飯的命 一定要注意 如果容易覺得疲勞 常常會想睡覺 它是免疫力低下的一個表現 所以常常會覺得很累 怎麼睡 睡不飽 它一定就是屬於免疫力 有點低下 要小心 對 可是我也會覺得疲勞 但是我會很ㄍㄧㄥ 然後又還是睡不好 那這樣子一樣是免疫力不好嗎 這樣子長久下去 免疫力就會越來越下去 越來越累 對 因為他已經有警訊說 容易疲勞 又睡不好 晚上沒有把免疫力補回來 她睡不會 對 妳這種感覺 就像甜甜拍戲一樣 甜 妳看她 對啊 會瘦 會瘦 可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值得的啦 對 再加上 趕快轉移話題 終於是有什麼助眠的良好嗎 對 我們趕快講荷爾蒙 當然不錯 很強烈 對啦 我要講是 剛剛教授有講 其實晚上睡眠 不開燈就是怕 退黑激素的分泌會減少 所以我們知道 一定要在晚上睡 品質才會好 那如果睡不著 提供給大家一個藥膳 剛剛有講可以吃東西 比方說這個熔眼肉 像這個季姐剛好產那個 對熔眼 它還可以補血 這不能太多 我本來也很上火 因為它也是屬於上火 所以一點點 然後脾胃不好的 可以芙苓多加一點 可以像小甜甜這樣子 那紅棗提升免疫力 所以把這個跟梗米煮個粥 可以晚上比較好睡 這一定好吃的啊 真的 然後再加上剛剛教授講 吃顆胡桃補心 晚上也可以幫助睡眠 那另外有沒有什麼樣的 一些東西 過心有沒有 也是你試過爭強的 像 大蒜 大蒜好像聽說 對這個免疫力很有幫助 不只是大蒜 比如說像是那個蔥 或是洋蔥類的 青蔥的這些韭菜 這種聞起來是不是味道都很大 很嗆的 它其實裡面有流 有心中有機的一些礦物質 是好的 那它可以幫助我們 不只提升免疫力 可能還有一些防癌的一個功能 所以現在我們會希望 把這些辛香料當成主角 我聽說那個大蒜新鮮 一天不能超過三半 真的嗎 其實大蒜 因為它本來就是刺激性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是 正在急性胃潰瘍的一個病人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他先不要吃 胃潰瘍 舌子腸潰瘍 在發作 在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禁止 一般人是OK 其實紙熟的也是可以 不一定要吃生的 真的嗎 紙熟的也可以 它營養都好在就對了 沒有 有些規劃性會烤掉 但是其他還是留著 其實大蒜很特別 它生吃是心溫大熱 像龍眼這樣子 它熟了變成乾瓶 像那個憨疾 地瓜 山藥 反而是補皮味 功用不一樣 其實在飲食上面 就檢視你的那一餐 有沒有三大元素 第一個有沒有澱粉 可是這個澱粉要是好的 比如說你到外面去 像便宜商店都會買到地瓜 對 或是說你去製作餐 可以吃到像女生 喜歡吃的那紫米粥 紫米飯 這個都是全股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餐盤裡面 有沒有優質蛋白質 魚肉的部分 或是甚至於你到外面吃 比如說像蒸蛋也可以選 或者是荷包蛋 水煮蛋 或甚至於你如果沒空 你可能有個豆漿 它也是屬於優質蛋白質 對 那第三個元素就是剛剛講的 蔬菜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到外面吃 比如說像你們嘗外面 比如說像外面 可以點燙青菜啊 海帶啊 白蘿蔔啊 這些都是常看到的 如果是 其實菇類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菇類回來 今天彭一少人有帶來一本新書 對 要不要分享對不對 謝謝 那今天請送給那個主持人 謝謝 是 順著二次節系 排毒養生 是 這個書裡面就是教大家 我們平常照結器來走 然後買一些什麼食材 對 在食療當中 做一些小穴道的運動 小穴道的運動 對 大家可以比較健康對不對 對 這種棒的書還要送給觀眾朋友 太棒了 是不是咧 我們的FB 出題目 大家趕快來作答 就有機會拿到這很棒的書 趕快喔 因為這書可以是一個工具書 而且一輩子用得到的 是 好 那麼也祝福大家健康喔 好 我們很多重要的訊息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媽媽超筆記來搜尋 都可以找得到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